好久沒騎那麼舒服的仿賽 怎麼會有紙板在路上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Tocko 那我們今天來邊騎邊聊一下 我今天是要做CBR150R的試車影片 那我剛騎到這台車的時候 我就有一些 很多很多感想分享給大家 這台車真的是 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 獨特這樣講 那大家在看150級距的時候 找仿賽一定都是 小阿魯 R15 CBR150R 頂多加一個GISUS 那這台CBR150R 它是裡面最貴的 好像是 18萬8 就是大概在19萬上下 非常的貴 那它到底 它到底屌在哪裡呢 我可以跟大家講 其實就是 有點信仰啦 好不好 因為它的配備 其實也沒有 說很好 如果你要跟新的R15 M比的話 那個才15萬16萬 然後 一堆電控 真的是 蠻厲害的 那你要比 快的話呢 小阿魯也是 玩虐好不好 但是呢 就是本田 就是這麼的特別啊 有沒有 本田就是這麼的特別 大家都在比快喔 比配備的時候呢 我就 我就偏不要往那個方向做 我做好我自己的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CBR500就是這樣 R3跟忍者400 在那邊爭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 完全不同取向的車子 一個跑魯車型 我就讓你慢慢騎 這就是一台 信仰的車子好不好 那 這台 CBR150 完全繼承了 CBR500R的 意志啊 這樣講 剛誇張這台車 一起步喔 我就覺得 喔 它起步怎麼可以 那麼有力啊 這個起步真的是 是我騎過150裡面 真的是最有力的 喔 太陽起來了 它起步真的 很有力 你剛放離合 你就會感覺到 它那個 它銜接也非常快 然後動力馬上就接合 一下就 咻就出去了 喔 因為我旁邊這台 忍者400 起步還要快 然而這個 起步快的特性呢 換來的就是 它在 大概七八千轉以後 你再補油上去 它就沒有什麼延伸性的 它全部都堆積在 我忘記這裡有一個測速 好恐怖喔 好 我們剛剛講到哪 我說 它 全部的馬力都堆積在 大概前中段左右 所以它起步非常有力 非常 非常適合新手 比什麼R15啊 小阿武啊 MT15啊 還適合 真的 它的銜接非常快 非常直接 所以你很直覺的 就可以感受到 車子在動 不會有那種 我還要再放嗎 我還要再多放一點嗎 還是我要補油了 沒有 CBR150啊 真的是 銜接超快 而且 超有力的那種感覺 讚 那剛剛有說到 導致它高轉後面的延伸 就沒什麼東西了 你補上去還是會 繼續提速啦 就 很慢很慢很慢的提速 而且 這台包為什麼 它在高轉的時候啊 它的震動喔 比 是我騎過的同級距最正 它的震動真的超大的 會有那種 舒麻舒麻的感覺 騎久的 應該會有點不舒服 所以這台車 我覺得它的取向就是一個 跑旅的概念 就是 給新手啊 你不是要騎快的 你不是要 這樣過彎的齁 你是要 騎出去耍帥的 你是要騎出去 騎個 騎個 尊絕不凡的感覺啦 這台真的 就是為 這方面 需求的人 所打造的 也因為它的這個 運轉特性喔 你也不會想要 騎快 因為 它拉到高轉的時候 就很正 然後也 快不了多少 反而是你維持在差不多 五六千轉這個區段喔 很舒服 就是非常舒服 就是順順的 往前 真的超讚的 這台真的是 騎長途絕對完全沒問題 而且它的坐墊也超舒服 蠻大的 然後呢 外型也是 帥的一筆 150應該就是它最帥了 這個 我不會說 這個我不會說什麼神式啊 什麼傳承啊 這個 直接摳比 CBR250RR的外觀 喔 真的很厲害 真的 真的是整個摳過來 它只有一些微小的地方不同啦 整個摳過來真的太屌了 像我現在在山路上 也就是 順順騎 我轉速大概都維持在五六千 六七千這裡 就很舒服 而且它的起姿 非常非常非常直挺 這根本就接車 完全沒有壓力啊 坐高也低嘛 車也輕啊 懸吊方面呢 我就覺得 還OK啦 至少 後面有多連感嘛 前面是 秀啊 SFBP 倒立式前叉吧 應該是這樣唸吧 但我覺得就是 它那個前面喔 就有點像 有點外觀啦 它的支撐性當然會比正叉好一點 但是還是偏舒適的調教啊 所以你要 很熱血的話 很運動的話 就肯定不夠的 但我覺得它這組懸吊 你說它軟的話 我覺得非常合理啊 因為它就是 主打跑旅 主打舒適取向的 所以 放在這車上 沒毛病 好不好 像我現在跑的 就像我前面說的 我維持在 五六千轉啊 六七千轉 順順騎 它給我的回饋 其實 我覺得挺舒適的 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嘛 它超省油的 它一公升 跑多少 我再打在上面 我現在也不知道 但是我從昨天跑到現在 它一格油都還沒掉 真的是 蠻屌的 這個就是 這個車非常的不錯啊 讓了我們一下 這樣我也剛好講到 這台車 它就是把所有 動力都在 中低轉了 對不對 那我維持在六七千轉的時候 我在上去一定 就沒有東西嘛 所以導致 如果是剛剛那種情況 或是在平面道路有車 你要超車的話 你可能都要 退個 兩檔喔 然後再補油才會超過 而且 它動力也沒有來得很快 所以它在超車這部分喔 不是 那麼的理想啦 那即便你超了 你快了 那前面發生 什麼狀況喔 這個時候呢 就要講到它的煞車了 好不好 它的前後煞車 其實 蠻沒有力的 我騎五六十 我覺得 堪用啊 再快一點的話 你可能就要狗帶了 好不好 所以我是覺得 這台車就 順順騎吧 不然 可能要改個自動 之類的 我現在拉到 7000轉以後 8000轉我就 可以明顯感受到 我的屁股 非常的正 然後這樣補油 也沒什麼東西出來 有沒有 它要拉很久 這個測速開 這個區間開了沒有 知道的 留言一下 我每次都不知道 都在這裡瞎等 騎得太開心光了做結尾了 那這次邊騎邊聊就到這裡 那我下週會做一則 完整的 CBR U50R測試影片 如果對這台車 還有很濃厚興趣的話 可以期待一下囉 那我是Taco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